创意比财尽在运通 财富指挥官 财富掌停板 那么今天的台北股市 我做了一个从来这段时间 三四个月没有做的举动 我相信你看标题已经看出来了 今天我有首发电子鼓 而且一发出去的时候 我相信我电视机前面的会员朋友 真的是惊声尖叫 立刻1533掌停板 我想今天等一下我们要把这一段过程 跟各位再来做一个分析 而且一开始我要跟各位提到一件事了 各位注意 你们都在看我们所谓的头顾节目 那我一直跟各位强调一件事 你要去看这个老师的策略 到底是不是对的 然后跟各位是不是真的能够吻合 我相信这才是各位判断节目里面 最重要的一个标准 那我的方法我一直跟各位强调的非常清楚 特别是我今天会跟各位谈电子股 不是只有谈农粮F4汇光东减 这个只要高出就很简单 不是跟各位只有谈亚诺法泰博 那么当然等一下也会谈 但是今天从电子股谈起 要跟各位谈到这个观念 我认为各位前一段时间里面 我一直叫各位不要买电子股 不要买电子股 不要买电子股 而且这一个时间几乎长达三个月到四个月 大家应该有所感觉 因为在这个关键的当下 过年之前我就说请你记得 我已经往内需概念股 解封概念股开始动作了 那么一直到今天以前 你大概没有听过 我会跟各位来谈电子股 重点在什么地方 重点在于说你以前没有买 我先讲一个事情 你今天要买才有机会可以买 你才有钱可以买 你以前没有买 你今天要买才有钱可以买 你说对还是不对 那今天为什么可以买呢 等一下我会跟各位提到说 未来的两到三天里面 很可能电子股出现一个盘整当中的低点 注意哦 盘整当中的低点的话 你还是要想到 我一直跟各位所讲的策略 而且我一直跟各位提到说 我讲的趋势盘整盘整 真的没有错 我说过这个行情里面不是大多头啦 所以从头到尾大多头是什么 不管什么股票你都可以喊 哇 用力的喊IC设计 没有问题啊 用力的喊啊 各位看到没有 用力喊IC设计 结果呢 答案只有一件事 继续套牢下去啊 用力的喊IC设计 答案只有一件事 套牢到今天为止 你都还非常非常的痛苦 甚至呢 以连路上加码的朋友 可能啊 我真的讲一个最实在的话 就算明天真的是低点 第一个你还有钱买吗 如果你沿路一直买 如果你沿路一直买电子股的 没有啊 你已经没钱了啊 你只能在那边宰服宰臣啊 这就是你们老师带给你的下 的结果啊 第二种呢 你们老师明天又勇敢的 又给你发低点了 他已经发错了十几次了 你还敢买进去吗 所以如果你一直乱买 不知道高点不能买 低点才能买 这样的一个基本观念的时候啊 真的到了低点的时候啊 说真的一句话 你也没钱了 也没胆子了 不就是这样子吗 所以最后呢 就是赚不到 甚至最后谈上来一点点 就赶快停损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强调 这个行情是多头吗 当然不是了嘛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是不是跟你讲说 你就算看不懂盘整出标股的话 往前面这一格看 好不好 强者强 弱者弱 什么意思呢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各位来看一下 我们先讲金融股就好了 这是所谓法人的态度 他是不是一直在涨 一直在涨 一直在涨 强者强啊 老师我就是不喜欢金融股 我告诉你一件事 我就是不喜欢 我还空他一路被嘎 我们不要讲金融股好了 我们讲东检 我们讲汇光 我就是看他不爽 我就是喜欢 喜欢空他就一路被嘎 不然就是一直涨就说 这个不是我们喜欢的电子股不用买 这个不是我们喜欢的电子股不用买 OK 结果呢 强者强你都没跟上了 偏偏你又有一种心态说 你看这个跌很深哦 跌到1100的可以买 跌到1050可以买 跌到950可以买 跌到830呢 完了 前低破 昨天我还听到有人说要停损 完了 破光了 停损了 完了 破光了 停损了 这是你要的操作方式吗 所以我说过 一开始你先看一下 这个老师所讲的趋势 是不是对的 这行情也不是空啊 因为很多人跑去空什么 我刚刚是不是告诉你 空哦 那个低廊的股票不敢空 专门去空那个汇光 专门去看空东检 空亚诺法 不然亚诺法怎么 这个叫劝识比会那么高啊 所以答案是这一行 我有没有改变过 我没有改变过啊 所以走这条路的人呢 将来就是成功啊 现在你很明显看得到我们成功啊 我今天不管怎么讲 我节目上已经都可以让你跟以前连贯在一起 很轻松啊 我问你一件事我汇光随便我我怎么卖 我不用跟你讲我卖在第一个点可不可以 我真的卖第一个点 我亚诺法真的一早起来就call卖 为什么 立法委员告诉我的啊等一下我会讲啊 一早起来就先call卖 卖到赏停板 我不需要给你强调这个 不管怎么说你都知道说原来强者很强 做这个股票是对的啊 而且呢我们走这条路线的是成功的人啊 走这条路线的第一个没有空单啊 第二个部分来说的话 其实能空的就剩下这两天 因为中间没空单 所以这条路线不能走是规定的问题 这条路线是从头套到尾啊 不好意思讲就是从头你脆不会凹到尾 甚至您去看昨天 如果有人去看那个昨天的访问 那个本来讲多了嘴巴都变软了 停损了要底下还会还会再继续跌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强调一件事 这条路是对的吧 这里是错的这里是错的对不对 这两个跟他有距离吧 看节目的目的是了解你跟成功者的距离 决定走向成功者啊 我到今天为止都没有改变 而且未来的趋势就是盘整 你也不用去管它 为什么我今天会对这个大盘有信心 先从美国看 费成半辣体虽然破了 但是美国不会破啦 因为它差这么远 道琼差这么远 所以这里呢今天或者明天 在这边低点呢就会反弹了 那么拿到台湾的股市上面来说 因为你看嘛这边差很多对不对 这边差很多的话代表还有买盘在 懂不懂我的意思 所以先破底的先反弹看到没有 一样的道理 台股的大盘应该不会破前面的低点 但是已经靠近一万七千点 没错吧 但是呢电子股有没有破 有嘛 有破嘛 所以破的情况之下呢 那废半跟电子股 今天有可能啊大盘又在这边了 那废半电子股有机会 这两天当中产生反弹的现象 等一下我会跟你讲 美国的高通呢 那么今天的跌幅是最少的 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 那应该会有一定的机会 但是你千万记得一件事啊 天天喊加码 第一档没钱买 你看 我今天跟你讲的 我告诉你一件事 没有联发科的人 明天心里头很痒 这就是赢家跟输家 成功者跟失败者的分别 你要去做一个成功者 你手上没有联发科的 心里头会很痒 手上一大堆联发科的 你只能在那边看 真的跟你讲你也不敢买 信不信 我没有说明天要买联电 我甚至可以告诉你 联电空单才敢回补 从上面喊到下面 喊到什么 喊到已经金元代工动涨 而且喊到什么 喊到人家告诉你说 原来手机要衰退两成 喊到这个 衰退两成之前 你就卖掉叫成功 因为这衰退跟库存多的话 通常要看三到四个月 高通在这里 高通今天的跌幅只有0.97% 那么NVIDIA的跌幅超过3% 那么Apple的跌幅超过2% 高通跌最少 那么也回补了这个缺口了 高通有可能反弹 所以明天早上的时候 全职股我也给你交代了 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注意 那么还是一样 强者横强 弱者横弱 先看法人买什么 哇 来了 他买他 他买他 不趁大盘拉回的时候 有这个机会可以切吗 先看法人买什么 各位看到没有 先看法人买什么 而且还是比较 比较笨一点点的法人好了 OK来 看到没有 来 天啊 昨天才买金星 就是这个了 是不是又是强者横强 弱者横弱 等到反弹的时候 这句话还是没有改变 那么强者的股票会反弹很多 弱者的股票反弹就会很少 所以电子股也是一样 所以接下来你要跟我做的是这一种 第一个它叫汽车为电子 车王店是汽车为电子吧 金星是汽车为电子嘛 什么原因呢 因为各位看到没有 台湾拼2030年电动巴士一定要做 那美国更早 美国2025年就要出来 不管它出在充电桩出在电池出在什么 尤其是充电桩 这个跟充电桩有关系 那么不管是充电桩的电池为电子 反正总而言之 公车已经要这么做了 公车做完就是计程车 这个方向是不会改变的 而且加上什么 你看一下8183的金星好了 来我们看金星就知道了 金星看到没有 三月突然之间年增超过三成 比去年增加53% 这档股票三月比金星涨来多 四成年增超过两成 所以这支汽车为电子 请你今天一定要想办法赶快布局 所以这个答案很清楚 不但是所谓的整体的策略对 我一直跟各位强调 很多人说老师我最近做电子股很不顺 那我问你一件事 以前都不买电子股 今天买车王电子顺不顺 顺啊 顺啊看到没有 500来了 同样的你看到没有 一样的 前两天都不买电子股 今天买金星 有没有孙啊 500又来了 我讲的500是歌星500不是赚500块 跟对人做对方向 股票对气就顺了 人可以好好的过自己的日子 因为你只要顺势而为就可以了 这个行情真的没有你想象那么复杂 各位看到没有 强者横强 弱者横弱 弱者是什么 前一段时间在今天 包含到今天为止 那么很多的电子股 还是一个标准的弱者 没错吧 很多的电子股还是标准的弱者 你拼老命去买 那只能说把自己的钱砸进大海里面 你没看到这个叫强者啊 看到没有 来你要买这个还是要买这个 我们就这么简单了 你要买这个还是要买这个 我说老师啊 小学生也知道要买惠光啊 对啊 那你怎么会去买联电 而且惠光跟东俭还有一个老师 就是我 最早跟你提到什么 惠光呢 要挑战2007年的价格 因为肥料已经超过这里了 那么东俭要挑战这边的价格 我们看惠光就好了 惠光真的超过2007年的价格了吧 东俭差一点点 对不对 东俭差一点点还没到 不过说实话一点 东俭差一点点还没到 代表这两天 东俭还会再晃啊晃啊 想办法晃上去 说不定是这样子 对不对 东俭就不用跟你交代什么地方卖了吧 都一样 今天早上一起发的 跑到来去 一起发的讯息嘛 对不对 跑进来 就是这一起发的讯息 这是不是跟对人做对方向 你先做东俭先做惠光 等一下再来讲亚诺法好不好 那是不是股票就对了 气就顺了嘛 然后那个时候不要买电子股 股票那个时候又对了 然后呢 今天开始买 气就顺了嘛 那我还顺便跟你讲说 说不定明天联发科哦 联发科说不定明天或者后天就谈起来 那当然车王电金星电子 还有这个 那涨幅就更大了 涨幅就更大了 对不对 那不就气就顺了 对不对 不就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我还是跟各位讲一件事 现在的你只差一件事 就是付出一个小小的 一个所谓的你的支出 然后呢 做下你现在要做的决定 然后跟上这一档股票 三月增四成年增两成 还是电子股 涨停 涨停再涨停 跟对人 做对方向 股票顺了 那么股票对了 气就顺了 涨停 涨停再涨停 我们等您电话 黄建哲老师声明书 近来网路诈骗猖獗 利用黄建哲肖向 发送赖讯息 提供不实的股票分析意见 或推介建议 诈骗投资人 请投资人勿受骗上当 若有疑问 请拨打运达投顾公司电话 02-2781-0909确认 以免权益受损 考虑财经实际 迎接2022财富重分配 苦海茫茫 产业领行 您需要不是一档股票涨停 而是党党大涨 涨不停 持座第一手 财富一定有 带您切入起涨最低点 涨停 涨停 再涨停 第一手涨停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外籍家庭看护工 受疫情影响无法来台 家庭照顾谁来分担呢 新聘外籍家庭看护工 因疫情未能如期入境 或原聘外籍家庭看护工 回母国休假未能返台 只要被照顾者 经县市政府照管专员评估 属长照需要等级二级以上 就可申请使用各项长照服务 如有需要 可拨1966长照专线申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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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昨天有很多电话来都一直在问说 老师啊 会光什么时候可以进场 老师啊 冬姐呢 我是不是现在马上追上去就好 我说你先参加好了 然后等我的动作 我跟各位讲说 好的股票它不会一直飙上去 你可以慢慢等 好的股票你可以找到有机会 你才可以进来 然后请你记得在盘整行情当中呢 你必须要随时随地准备要做决定 还有很多人问我金融股啦 我想今天早上也有很多人问了啦 我说金融股呢 这两天真的不能 真不能做了 我先告诉你喔 你有获利的话赶快先下车 为什么要这么形容 因为当时就是因为电子股实在是太差了 法人通通去买金融股 我说请你注意这两天呢会有攻守交换的情况 你有没有想过今天去追金融股 或今天去追农粮股 如果你昨天这通电话你没打的时候 结果没想到有人参加的时候 一开始还愣住我说你不要管 你就听老师的 今天什么都不要问 照抠讯动作 今天什么都不要问 照抠讯动作 今天第一通是写 今天什么都不要问 那么会产生这种所谓的 反正就是电子股要反正 来分析一下 来照抠讯动作 现在投资朋友这个时间都可以让你对 9点45分 上面都还没印出来嘛 对不对 看节目的目的是了解你和成功者之间的距离 如果你今天要跑去追高 甚至包含追高亚诺法 等一下我要讲 包含追高亚诺法 我觉得你跟我之间的距离就越来越远 我觉得我一直跟你强调 这个地方来讲的话叫做盘整出标股 盘整出标股 但是你要记得强谷你要想办法去介入 那落谷你要想办法去散开 这些每个都有它的技巧 你看今天为什么 我说一早起来我就知道说 有人要叫我们卖一些会光亚诺法 因为是他嘛 他说我们的快赛比英国贵两倍 OK啦 不管 比英国贵两倍的话 那这个真的数字是有点大了 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事情完了没有 当然还没完 也不是只有这个立委 因为很多立委都有这样子讲啦 所以这个地方来讲对快赛一定会有影响啦 为什么 贵两倍嘛 那等于说我们本来400个人染疫的话 那如果说真的是照英国的价格 要改成800个人染疫 你才能够有同样的收入啊 那这种情况之下 当然你说今天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可以买亚诺法 我先告诉各位 我今天卖掉之后 我还在等好不好 来 这个早上看到没有 会光看到吗 来 亚诺法在这里看到没有 但是为什么之前要先做亚诺法 因为你先做亚诺法 先做了强势谷 先做了亚诺法看到没有 连续多少 五支涨你满上来了 OK 我已经讲了 有人讲坏话先下一次车 这是抠讯啦 但是我们要尊重一下 人家是立法委员啦 49块到77块涨了57% 等于说你本来买10张 你本来高档 应该是说之前 假设你没有买联电的朋友 你72块没有买联电的朋友 如果你跑去买亚诺法 你现在可以买15张 你回头想要买联电 你可以买15张 对不对 你回头想要买联发科 你可能买1.5张好不好 大概是这样形容好了 因为你前面没有买 你后面你再来买的时候 你有更多的资金可以去动它 所以股票市场里面 你为什么一定要想办法做对策略 就在这里啊 而我一直跟各位强调 你只要稍微的注意 老师跟你讲的政策 注意老师的抠讯 你跟我的距离就差这么一点点 就这么一点点 你只要付出一天两天 甚至就是一支涨厘满 两支涨厘满 这种所谓简单的一个支出啊 你可能这后面一下子通通都是你的啦 全部赚下来都是你的 这种只要做出很少的支出 你要做下这个决定就可以啦 你各位来看一下啊 我今天也没有必要 也没有时间啊 因为讲不完了 我是不是跟你讲到说几乎都 这些所谓的快篩概念股 都被我想办法跟你说明了 快篩可不可以接 我认为拉回来我还会接啊 等一下我会跟你讲 拉回来我还会接啊 现在全市场都在接这些东西啊 在这里吧 找进来 总之呢等一下可以看得到 等一下你可以看到我那个蛋白内支股票 我还是在这边跟各位讲 而且今天还蛮强的啊 甚至各位看到没有啊 今天呢 这段时间里面 我必须要这么说啦 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呢 内需这个部分几乎是没有太大的错误啦 内需这个部分真的没有太大的错误啦 我说过这段时间里面 你到底想要做2344的滑邦店 还是要做2743的三副啊 三副已经涨了一段又涨到35块钱 已经涨到35块钱了 我还说继续切 同样的35块钱你买滑邦店 变成多少27 同样的35块钱你跟我买三副 来看到没有39 来37 先从3737 37之后39 然后这里看到没有41 43.3 同样一支股票看到没有 现在来到48.6 那么今天看起来又要准备要创新高了 49.3啊 假设明天又创新高 你从33块涨到50块钱是三副啊 你从33块涨到28块钱是你所讲的低论嘛 是你所讲的滑邦店啊 你选哪一个 当然是选三副啦 你说老师那将来我还是想买滑邦店 很简单嘛 等到三副呢乖离过大的时候 是不是我跟你讲 金融股 如果这段时间里面假设你只有看节目了 你说老师我就只会做金融股好不好 好那就做金融股 来2891好了好不好 2891你把它卖掉之后 也许你可以去买联发客回来 但是往往大家还是这个情况啊 跌深的我怎么不买啊 你看你的老师都这样告诉你 IC设计多好跌这么深的基本面很好 我当然知道基本面很好 问题是这段时间就是因为大家认为基本面很好 缺货蹲了一堆库存啊 你看现在是不是告诉你库存太多了 要消化 现在是不是告诉你库存太多要消化 那这些都叫事后化啊 事前化你要特别去注意到未来的时间点都还有的啊 亲爱的投资朋友啊这才是事前要讲的事情啊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强调一件事 真的这句话你自己好好去想一下啊 那么没有不能做的行情 除非你找了不会做的人啊 不就是这个样子吗 我甚至可以告诉你来 这两天亚诺法我会先等他一下 等亚诺法整理完之后我还会再上车 因为快塞到现在为止 未来快塞会变成我们最重要的一份之一啊 甚至呢我们的指挥官都讲说 如果将来台湾有一千个人确诊 其实也没什么好怕的 因为都是轻症 那时候可能都在家里吃药了 所以呢快塞的产业链 你要赶快跟我准备啊 所以我从头到尾真的没有改变去啊 今天快塞比较多一点 让他休息一下而已啊 但是呢哪边比较强了 来在这边嘛各位看到没有 来从这里再讲一次好了 看到没有 来这里来 三月份 来我们先看这个8183的金星 来注意哦 金星有什么特色 第一个先看三月份营收 三月份营收先成长 然后月营收先成长 为什么他今天会先涨上来 为什么车王店跟这个金星今天会先涨上来 因为我们为什么盘整出标股 就像什么 就像之前为什么会有资源 为什么会有这个创维等等 是一样的道理 因为有些投信基金呢 想要吸引你 它叫做科技基金 其实我都对这个都不喜欢 为什么 因为有的时候如果涨传产股 我科技基金不能买 那几个基金经理人没有办法的 一定会去寻找什么 寻找这种三月份营收成长的 未来有成长性质的一个题材 所以这种股票会一开始的时候 会先冒出来 我只能这么形容一件事 它不太多 但是基本上来讲的话 那因为投信 因为它太少 所以一堆投信进去买才会变成所谓 投信锁码股 这也是盘整出标股的由来 所以盘整出题材股 出锁码股是这个意思 标股其实分两种 那这个也一样 三月征四成 年征两成 法能进去锁 而且是属于危机电子的 现在需要什么 需要充电桩 现在需要什么 需要电动巴士 现在需要什么 当然有的人说讲到二级理 不过二级理今天比较不强 我认为这个比较好 因为这还有营收做靠山 所以各位本来喜欢做电子股的朋友 来 有人跟我说我电子股翻多 你就要参加的 是不是 你是不是这样跟我讲的 有人说我电子股翻多 你就要参加的 你就要做决定的 我们现在跟你说好了 你要走向成功 只要现在当下做下决定 还有相对非常非常少的付出 然后踏出你真正成功的第一步 只要你真的所谓的 跟对人做对方向 股票顺了 开就顺了 气就顺了 不要每天讲自己做股票气不顺 好不好 来 这档汽车为电子 涨停 涨停 再涨停 指挥官家族 等您电话一起参加 本集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浮荡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创意比赛竟在运通 黄建哲老师声明书 近来网络诈骗猖獗 利用黄建哲肖像发送LINE讯息 提供不时的股票分析意见或推荐建议 诈骗投资人 请投资人勿受骗上当 若有疑问请拨打运达投顾公司电话 02-2781-0909确认 以免权益受损 考虑财经实际 迎接2022财富重分配 古海茫茫 产业领行 您需要不是一档股票涨停 而是党党大涨 涨不停 持座第一手 财富一定有 带您切入起涨最低点 涨停 涨停 再涨停 第一手涨停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你以为是糖果 咖啡或奶茶 可以提神